我要说的就这些 最后我要表扬一下书客 来到公司 短短的时间内 就能临危寿命和大客户去谈判 而且谈得很好 这一点 你们大家都要向他学习 明总 您过奖了 不敢当 不必谦逊 散会 是吧 继续努力 过不了多久你就能独当一面 感谢明总对我的信任 我觉得荣氏这个案子呢 现在 他们的反馈已经回来了 你处理得很好 接下来和他们的接触 你就全权负责吧 全权负责 这不太好吧 我很看中你哦 你的球打得真不错呀 跟你做生意的风格一样 文准狠 这么多年在球友了 你就别给我戴高帽子了 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 从来是实话是说 有一句说一句 那好 我就不跟你绕弯子了 我就直说了 你不说我也明白 你们一回的情况 我大概也了解一些 叶总的眼力和能力 是我一向可欺赏的 但是 怎么了 李总还有但是 你文准狠得囚禁 似乎还没有找到 合适的船人吧 对 来 请 陶总 进来 把门关上 你的资料 谁要看这破资料啊 我妈说了 那老前面特别好了 这次立了这么大锅 晚上准备请我吃什么呀 我就打算在公司 凑我点算了 为什么 下次跟龙氏谈判 明组还让我去 那我可不得准备准备吗 我今天是提出了想法 但具体方案 我心里一点谱都没有 而且你不知道 对方那个女的 一定很难对 女的 对啊 好不好看 有没有我漂亮 那不会啊 这个世界上 怎么会有女的 比你漂亮 你别多想了 我跟你说 我现在真的是 隔行如隔山嘛 我的压力很大呢 陪别的女的吃饭 你不陪我吃饭 我晚上都吃饭了 再也不吃饭了 绝食 好好好 小祖宗 我今天晚上陪你吃饭 我吃完饭以后 再回公司弄材料行吗 下来差不多 差不多 现在各行各业 发展都很快 尤其是我们这一行 那可以说是 长江后浪推前浪 这些公司呢 虽然规模不大 但却很有发展前景 最近 我蛮有兴趣的 接触了一些的 哎呀 大概 可能是我有点老了 还忽然想着 要提携后辈的 叶总 不知道 你能明白 我现在的这种感觉吗 我当然明白了 所以呢 我现在也在 慢慢地放全年轻人 哦 哎 或不是叶总的那位 传说中的成容快逊 我女儿结婚的时候啊 真敢瞧啊 你有事不能参加婚礼 要不然 你们俩就见上一面了 哎呀 你这一说呀 我更内疚了 嘿嘿 不如 再找一天 我单亲你 嗯 好啊 哎呀 我还真想见见 是多么优秀的一个小伙子 能入得了 我们叶总的发言 优秀不优秀啊 全靠实力说话 嗯 等一下啊 我正在 让她全程负责 容氏的项目 就看结果怎么样了 是吗 那我可要拿着 这一期的注资计划 拭目以待呢 希望不会让你失望 不会 行 上次临时有事 徐小姐 实在是抱歉啊 林总您太客气了 幸亏贵公司 这位书先生 对我们的项目 则够了解 并没有拖慢我们的进度 徐小姐真有眼力 书客来我们公司 虽然时间不长 但是她是我们公司 重点培养的对象哦 徐先生 上次失礼了 没有 徐小姐 您就是北京总部的 唯一负责人 徐小慧 什么意思啊 你们不认识啊 不是 我只是没有想到 徐小姐这么年轻 书客呢 在会议室开会 陶总您找他有事吗 没事 好 书客 书客 好好送送徐小姐 徐小姐 以后我们这个项目 主要是由书客来负责 你们多多沟通 不用麻烦了 应该的 应该的 书客 一定要送到欧妖 好 徐小姐 请 待会儿 这边再见 再见 好 好 明伯伯 好 徐总 你稍等 我把车叫过来 徐小姐 没想到你年纪那么轻 能坐那么高的位子 太不容易了 书先生 您客气了 我看咱们也是同龄人吧 您不已经身居药位了吗 我不能跟你相机辩论是吧 我的情况你应该很了解 的确听说了一些 一个月之前还是个外行 这才没过多长时间 已经成功转型为 应该界的网络营销高手了 还被某珠宝品牌 指明为他们做广告策划 真是业内信任呀 徐小姐 你别再夸我了 再夸我脸都火了 这是您的车吧 再会了 你从哪儿冒出来的 你跟别人没来眼去的 当然看不见我了 你在我后面 你能看到我没来眼去吗 我后面长眼睛了 我说是就是 这两天怎么搞的 怎么总觉得你情绪不高啊 是啊 我在筹啊 李总入资这件事情 事情有编吗 按理说啊 我们的机会面还是挺大的 李总之所以坐到 业界老大的位置啊 主要靠着他 投资的眼光和长远 我似乎觉得 他不太看好 我们议会的未来 为什么 认为我们缺乏 年轻的管理层 这话说的 严重了吧 光我们公司这么多年 一直很注重培养年轻人 还不够 不够 那你的意思是 即便是赶鸭子上架 咱也得赶呀 在李总卫做出决定之前 我们必须让书客做出一单 让业界认可的项目来 否则 我们议会的上市计划 很可能延后 你是说荣誓 对 那我心里又说了 不过 你真的觉得书客 可以唯一大人吗 当然不是了 背后的功夫 当然要靠你们了 面上的事 当然要输客去跑了 还是这样 也好 她和那个许小姐 她俩谈得很赖 都是年轻人 在一起好交流 兴许对签合同有好处啊 哎呀 那就委屈你当幕后英雄了 我扫你 全靠你了 大家一起努力 我徒弟现在给你们泡的呀 是我们茶馆的 最经典的一味葬茶之一 您看看 一五四六雅系 这个茶特别有特点 完全是人工的手工采摘啊 采摘的时候 只采前面的一个小嫩严 剩给多不要 还有啊 这个茶呢 成方饼 我铺子铺 铺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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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铅 摆不下来 干什么啊 这个非常柔软 手轻一致 不是 干什么呀 书哥说了 你不到今天 哎呀 报爷 我跟胖严 我们俩有一大误会 你还敢提胖严 胖严 胖严 我徒弟接着跟你们说什么 好好好 这是一款呢 具有烘焙工艺的一味葬茶 让我解释一下 这款茶呢 不是 树哥说了 你不能进店 我买茶 买茶没问题吧 你买什么茶 我去给你拿 我送给你 报言 叫什么都没用 树哥说了 你不能进店 我请你吃过多少回饭 你不记得了 你自己数得过来吗 虽然全是那个麻辣烫 不过你耗这口啊 对吧 咱就是改了 就是咱吃这个麻辣 小龙虾 你只负责吃 我管包 看着这多 不是 你没听懂吗 树哥说了 我不能进店 对吧 我跟你说啊 你就是个伏计 来 你 从后面上 让 上 上 招 大招全给 开完就跑啊 开完就跑啊 开完就跑 漂亮 乖 没等 没等 快点 开始了 别吵 等我会儿啊 我跟我女朋友视频会儿 大家都知道 钻石和珠宝 表达着一个男人 对他心爱女人的承诺 而我今天的提案 也是关于承诺二字 不好意思 我先打断一下 我们其实呢 不太想往这方面发展 珠宝行业很难有太大突破 大家不妨先听完 他可能让你们意外 没错 我今天要跟大家说的 并不是男女之爱的那种承诺 而是一个父亲 对于自己女儿 爱的承诺 这件事情 是发生在我身边的 真人真事 故事的主人公 他的名字叫做陶树 你吧 你呗 你怎么想要 他自己的你 他自己的 你怎么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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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恰恰有的事 有一种爱 会经常被我们忽略掉 这种爱不需要任何形式 不需要任何的甜言蜜言 就算你对他满怀抱怨 就算你对他长年逃避 但是他依然在那里 满怀着期许和祝福 从来都没有离开过 在我看来 这种爱 胜过世界上的一切 还是什么 既然钻石跟珠宝 被大家看作一种爱的象征 被大多数人都广泛地 接受和喜爱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 换一个角度去想 让天下的父母 都有一个爱的宣泄口 让他们的爱有所依通 让他们的孩子 都能够真切地感受到 那份爱的光芒 浩总 您对我的提案 还有什么意见吗 虽然我的小女儿还没出生 但你让我看到了 她婚礼时的样子 真想把新郎很好揍一顿 太难受了 你总能找到一个不同的地方 来看待寻常的事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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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先散了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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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总 刚才义辉的名总打来电话 说过两天过来提案 想请我们无论如何 和关照议辉一次 什么意思 我也是才知道 前两次咱们见的那个书客 原来是议辉大老板的女婿 驸马爷 什么 原来啊 她就是议辉未来的接班人 现在啊 议辉正全力捧的呢 这不 明总 专门打电话过来关照 许辉啊 你们俩聊什么呢 明总 许总 我跟许总正在讨论 议辉的事情呢 议辉 议辉不是在给咱们北方区 做广告提案吗 我上次聚会好像听人说过 这个书客是个设计师啊 什么设计师啊 好像之前是个卖楼的 后来认识了叶总的千金 这不 一步登天了 说话要讲究证据 不要随便的信口开河 污蔑为人 小慧 别激动啊 咱们两个说个正事儿 那个咱们北方公司的广告提案 咱俩人是不是给定一定了 我那天给您的方案您看了吗 看了 我很仔细很认真地看了一遍 但是呢 我得表明一下我的态度 不是针对你 我觉得吧 你上次提出的 那个去火的方案 有点太旧了 不够时尚 咱们公司主打年轻人的 喜欢的理念才行我觉得 容总 我觉得啊 这个并不矛盾 现在的白领 最主要的需求就是去火 像咱们北方天气这么干燥 很多基层白领 最直击的痛点就是补水去火 这个很好呀 那你就是很认可的一个概念吗 当然了 我认为 你要认可 那我就同意 就按你说的办吧 好 去火补水 挺好 好 那个 小慧 晚上我约你吃个饭 容总 我今天晚上要 赶紧一会儿 下次再说吧 那明晚呢 明天的事 明天再说啊 小慧 你务必给我个时间 让我请你吃顿饭 不好意思 容总 我最近真的太忙了 咱们再约吧 我先出去了啊 妈 妈 妈 舒克刚来公司 您就给她那么大压力 她都没空陪我了 她做的是正事 你别拖她的后腿啊 我拖她后腿 自从她进咱们公司以后 连跟我吃饭逛街 看电影的时间都没有了 你什么时候不能玩啊 现在是我们议会 最关键的时刻 那您就放心放手 交给舒克去做 容是那么大的客户 万一 万一怎么着啊 我现在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培养她 我跟你说 一个男人做事业 除了能力和魄力之外 最重要一点就是靠运气 那要看舒克 有没有那个命了 能不能扛下 议会这个担子 那如果没有那个命怎么办 那议会的前途 就要靠天意了 什么意思 这一次 新人的融资上市 投资方说 我们公司后继无人 谁说的 李总 李总 总而言之 能不能吸引李总 这轮的注资关键 就是舒克 有没有这个命 能不能顺利地拿下 容是这个项目 对了 还有一件事情 我忘了告诉你了 我们现在最大的竞争对手 就是客死 反正听我妈那意思 舒克这回要拿不下容事 他就让他永远滚出我的生命 不会的 阿姨就是那么你说 到时候你要死活 为了跟舒克在一起 他还能报哪渊呀 你以为他做不出啊 你别瞎想了 再说舒克的能力 不是明摆着呢吗 肯定没问题啊 我怕他对上的是鱿鱼 阿弥陀佛 求人不如求己 我决定了 我准备亲自出马 帮他一把 那才真是连神仙都保得不了呢 行了吧 你说我就想要一份 纯粹的爱情 真是搞不懂 为什么总是要加上那些 什么附加的东西 之前刘宇是这样 现在又这样 所以说呀 其实你还是想要 活在自己的小公主的城堡里 外门的世界是很残酷的 那些纯粹的爱情 也是迟早要碰到这些 一个人的意思 哼 好的 听说能力先生 我们的主事呢 嗯 这又是什么 怎么了这么高兴 没有 菜头我刚接到谁的电话 谁呀 李先生 真的呀 假的 真的假的 真的 太好了 走 我去请你吃员工餐 请你吃顿好的 明天 什么安排啊 加班呗 又加班 那怎么办呢 不都是为了荣誓的事吗 我知道我这段时间是忙了点 等我精简的时候 我一定好好陪陪你 你说那个许小姐啊 比我还年轻 做事能力那么强 你也不希望你男朋友到时候 在她面前说得太丢脸吧 那也太无能了 不过话说回来 你知不知道她到底 学什么专业呢 什么学历 家里面有没有什么背景 你要知道的话你就告诉我 你再替她一句试试看 要不要好好吃饭了 我 我替谁了 我不记得了 我决定了 明天陪你加班 这回呢 一定要狠狠地争口气 听见没 中文字幕视频道 明天陪你 也快这里 发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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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